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其说乔丹是科比的对手 不如说他们是师友 亦师亦友 当科比刚进入这个联盟时 他的动作 他的气质 他在赛场上的举手投足之间 展露出来的种种 都让人觉得他就是下一个乔丹 如果你认为他联盟的人 your compare Michael and Kobe in the book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are different about them really the body you know Michael's a broadstar muscular guy who's you know forceful could pick the ball up with just one hand and do something with it Kobe is you know more of a slithery player who can get through gaps and everything else 他步行过的事情 他有有很奇妙的维持 Michael是27岁或6岁 可能是27岁 当我开始训练狗 Cobie是21岁 我比他比较像个儿子 Michael比较像个弟弟 他肯定了 他有这种比赛 他说,我们做这个 Cobie比较多 我希望你做这个 两人真正拉开对抗的序幕 是从97到98赛季开始 这个赛季 两人的第一次交锋 34岁的乔丹拿下了36分 而19岁的Cobie拿下了33分 那场比赛之后 所有人都惊叹 我们看到了下一个乔丹 随后每一年的全明星赛上 Cobie和乔丹都是焦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两人最后一次交手 是在2003年3月29号 胡仁在斯台普斯迎战七彩 科比在那场比赛里轰下了55分 13年后 科比回忆起与乔丹最后一战时说 我向他表示尊敬的最好方式 就是在比赛时展现最佳状态 整个职业生涯 科比都以追赶乔丹为自己的目标 虽无法追凭乔丹的六关 但在得分榜上 他还是完成了对前辈的超越 如果说乔丹和科比之间是传承 那么科比和艾弗森就是宿命的对手 两人如此相似 艾弗森 96黄金一代的状元 两人的竞争从故事一开始便无处不在 1999年3月20号 费城七六人在主场15分完胜洛杉矶湖人队 那场比赛 艾弗森在科比头上拿到了41分 也正是这场比赛的触动 让科比意识到了防守的重要性 2011年的总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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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对喷拉机化的场面 至今让大家记忆犹新 多少年过去 他俩在彼此心中 依然有着重要的位置 相对于艾弗森 科比和麦迪之间则多了一份行星相惜 科比曾称麦迪是自己职业生涯里 碰到过最难缠的对手 谁是最堅硬的 你曾经比赛 有很多人的 有很多人 但是他最多的问题 其实是Tracy McGr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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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所有的技术 和所有的套路 但他只有6'9 他很困难 他很困难 我认为他很困难 我认为他很困难 西科 东爱 北卡 南麦 在这四个人中 科比和麦迪的对决 最能刺激球迷的身上线 两人的每一次相遇都堪称经典 唯一不同的是 科比身上缠绕着总冠军的光环 而麦迪则更像是一个孤独的行者 他也有很多球员 他也有很多球员 我认为如果有任何球员 会决成的决筑 你觉得他比较不断的 我们两次联系中的会�� 你和麦迪 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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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麦迪 圆兰 麦迪 他们能够如砍瓜切菜般得分 也能随心所欲地带动全队的节奏 他们的巅峰并不在同一个时代 但却因为各自的伟大而被人们联系到了一起 你会知道你会在101的军事中 我会在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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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对24 是在2010年前后最流行的话题 但如今也只能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 所以说23对24这种对决 应该是我们这队球迷 不管是媒体 高务管 和各种层面来说 应该是最期待的一种对决 2016年3月11号 科比和詹姆斯最后一场 以球员的身份在场上相遇 虽然 科比受到了经商的影响 但面对老对手 科比拿下26分 展现了最好的状态 我会在网上相遇的身份 我会在网上相遇的身份 二十年的时光移晃而过 科比的职业生涯终于走到了末尾 如今的他已经不再如过往般较尽拼命 时刻带着一种杀气出现在球场上 看着自己的老对手们一个个老去 渐渐地淡出人的视线 科比也开始学着享受自己在球场上的最后时光 享受球迷最后为他送上了欢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